市场缺猪,猪价截后两连涨,新一轮上涨行情来临,赴五日猪价,众所周知,九月期间,为了迎接双结的到来,各地不断有冷冻储备肉投放,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市场供需的紧张,猪价也进入了稳定调整期,虽然九月猪价整体上涨,但是,涨幅却已经下跌很多,众所周知,物价的上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制约的。 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的不断博弈中,今日猪价上涨,主要原因是,抑制猪价上涨的支撑不足,市场缺猪提振,气温大幅下跌,终端消费加码等因素,共同造成的今日猪价普遍上涨,不过,猪价上涨能否延续,能否开启新一轮的上涨行情,还是要长期观察的,主要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。